我們先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我們是一個成立於2014年的一個小公司 那我們是做運動服務運動教育 那現在比較想要做的是怎麼樣把 我們想要透過運動這個管道 然後藉由我們公司的一個 我們叫3DK的模型 然後一是想要提升人們對領導組織跟管理的意識 以及提升人們對這些概念能力 就怎麼樣去掌握這些能力 再也是希望可以讓他們得到一個 比較有趣健康的生活跟未來 那這是從個人的角度處吧 也希望可以影響到整個社會跟環境 那我們想了解一下你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或者是我們這樣的公司在這個循環的角色 所以具體來講 好像說我對這個概念有興趣 我可以怎麼參加那個活動 我們現在初步的想法是有兩個 像是概念或產品 但是這個產品目前還沒有非常的穩定的澄清 一是我們一直在提供運動服務 就透過課程 然後我們讓他們的身體比較健康 然後另外再補充一些教育是 你如果在意你自己的健康 那你更有機會在意到個人發展 以及你跟人員之間的關係等等等等 那讓他們比較有機會了解到這些事情的觀點性 但是我們發現這幾年的 這幾年的嘗試下來效果不是很好 因為這有點像是把這個教育的東西包在裡面做 但是他們當然看不出來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我來的是運動 但我沒有想要了解這些更多的東西 那另一個方式是我們現在開始嘗試做就是 單純在講這些東西的連結 介紹這些概念 那 所以好比上說我舉例來講 有一個運動中心 好比上台北市運動中心 中正運動中心好了 那你剛剛講的第一個部分就比較像是說 它可以來報名一些什麼 不知道肌力攔植、轉油圈籍之類的 那在這裡面你們把這些理念帶進去 那第二部分是又比較像傳教的 就是說 他來就是為了理解這個理念 還不一定要加入什麼性能的部分 他是先了解這個理念 然後再去開發他自己不管要做什麼 還不一定要跟你們上課 所以大概分成這兩部分 是 那 主要呢就是 那個我們創辦自己的想法 為什麼會從這個身體的角度前進去的話 就是因為其實像那個 我們講比較遠的話 就是身體的健康如果是 你是OK的晚期 你是慢慢可以理解到 跟身體健康 那個SDG裡面第三項跟第四項 其實是有相關的 那 他是希望透過這個動的方式去 讓我們理解到這些跟環境其實有影響的 那因為簡單來說 如果我用一個簡單的課程 如果譬如說我今天是來講 像剛剛講的甩油拳擊 我是來打拳擊 可是你在動的過程當中 你在了解你的身體當中 你也會知道你的身體在動當中 怎麼樣是有效率的 然後怎麼樣是安全的 不會受傷的 那這些東西其實是跟生活是幾乎相關的 那安全跟效率 然後又有趣 那怎麼樣把這些連結在生活上面 是我們的創辦理想要做的 然後慢慢推到這一塊這樣子 那只是說不曉得會想跟你討論看看 有什麼方法是可以把這個橋樑建得更完整 OK 所以 所以您剛剛講的運動 跟這個比較像是跟生活連結 對 那我可以先問一下 就是說 這樣我了解動字 那三圍是什麼 三圍動字 這是一個英文來的 沒有啦 這是我們生活在一個3D的空間裡面 OK 我們要 動你的3D 就是你要比較有 不要一直看著螢幕的意思 也是一個概念嘛 但是你需要可以動得比較有彈性 就是你可以在任何的空間可以自由移動你的身體 自由一點 那我們也希望你可以想個3D一點 就不要想得太單一 那我們也是希望透過運動這件事情 來學習到這個概念 我們在學習身體運動的時候 同理這些原則也是可以應用到你的生活上 怎麼樣去管理跟領導你自己的生活 這樣子 然後您剛剛一直提到的 就是領導 就是領導自己的生活 這個很棒 就好像說 涉及你自己的人生 這樣 就聽起來是非常好的一個概念 不過 我想問的是說 那這個跟就是 你們的活動本身是怎麼接軌 好像說 他參加一個運動 然後參加到一個程度 他對自己的身體 相當有掌握度了 你會說他 因此就更有領導能力嗎 還是怎麼樣 就是說這個跟領導的概念是如何的選擇 領導這個是比較後面 我們想這個發展階段應該是 依他先來參加運動 對 然後下一步是他了解怎麼動 怎麼樣動得好 之後他會發現說 在這些運動這些動作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事情非常重要 那我們就把它稱之為這個原則 那 了解你怎麼動原則之後 那同樣的利用這些原則去 試著應用到你生活當中 那你就開始領導你自己 我們這樣想 OK 所以就比較是自主的意思啦 其實不是說你領導一個很大的團隊 在那裡領導 現在現在 能夠把自己的身體跟生活負好的 那從領導 這樣 這是第一步 這是第一步嘛 那從動的動態 動態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都主要講說 那個 我們在動的時候 我們要練核心核心核心 那這個核心在身體的部分 說核心的穩定就會影響到 你在動的部分 能夠幫助你更有效更安全 那核心是什麼 那當然我們很清楚 就是身體的這個部分 那怎麼樣把這個核心的概念 運用在生活上面的核心 那這個就是 如果以個人來講的話 身體的部分當然就是身體的部分 那核心價值 另外從家庭來講 可能就是你的非目的裡面的核心價值 在公司裡面的裡面的話 核心價值的話 有可能就是你公司的產品 我是要推什麼東西 那我的公司裡面 有的公司是產品 有的公司 我公司是誠信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 同樣我們都一直在講核心價值 核心價值 這是我們想要找出來這些原則 在動的當中 你應用到 比如說家庭裡面 或者是工作上面 那從動的這個原則裡面去找出來 這樣子 對 那剛剛我們講的這個三維動智 我們其實自己也講那個3DK 我們第一滴 我們一滴的部分 其實就是包含 我們自己剛剛講的 我們身體的動的部分 第二滴的部分 可能就是生活圈的部分 如何運用這一些原則 或是這些核心價值 在你的周遭有更大的連結 然後呢 等到你到這群人 都了解你共同的理念的時候 我怎麼樣去 在這個環境 這個社會有連結 比如說OK好 那我們在動的過程當中 最簡單的來講 就是動的有效率 那我開始 我要動的有效率 我要管理我自己的身體 那我可能我會注意 開始另外一個部分 我可能注意我自己的飲食 那我會注意自己這個飲食之後 比如說我就會開始吃素 或少吃肉或是什麼 那這個飲食來說 可能就是跟你健康來說 是個人有幫助 可是對社會的環境的幫助是什麼 我開始吃的比較健康 我可能少吃外面的東西 我減少外面的一些消費 那我也減少製造垃圾 那我可能我就會減少這個環境的污染 那這就是動用的東西 那怎麼樣從這個地方去推轉到這樣子 是我們比較想說 但是第一步我們還是 比較想是從身體了解 然後去推廣到生活圈 再到社區 再到社區跟環境的影響這樣子 這聽起來跟 沒門的理念是有一點點像 就是它一開始也是一套 就是個人身體修行的方法 再慢慢變成一個生活方式啊等等 我覺得這個當然是很好的一個發想上 所以我不確定現在你們的狀態是說 你們已經有很穩定的一些學員 然後試著要把它變成一個一股力量 就是要把它組織起來還是 所以你們現在處於什麼樣的狀態 是剛剛開始新創還是 比較剛剛開始 有這個概念的話 就是我們創辦其實有這個概念 應該三四年前就有這個概念了 那只是我們就是變成 目前就是還是沒有辦法 很有力的把它推出去這樣子 那當然這個部分就是 我覺得有些部分要累積點數嘛 也要多聽聽別人的意見嘛 然後我們要怎麼樣修 因為我們希望做的不是類似 不是像宗教一樣 是真的有東西 然後讓人家知道他們的改變是什麼 做宗教也是真的有東西 對 總是必須要做成一個宗教 對 像那個剛剛你問到 我們現在在哪裡 其實我們開始 往這個方向 本來也是比較運動的方向 後來突然轉了彎 但本來是這個我們要去的方向 然後我們開始走這個方向大概 一年左右 非常的稚嫩 有點經驗 那 就像剛剛前面講 後來發現 用運動包裝的方式 不是這麼直接 然後 也有 另一個想法是 因為 我們沒有辦法就是 期望每個人可以接受這個東西 每個人理解程度不同 所以我們會 現在是想要針對那些 比較可以理解的 另一方面是他們可能比較有資源 比較沒有一些 急迫壓力 比較不會影響到他們做決定的 這些因素 對 所以我們本來是 把資源放在那些 就像你在那個 菜頭上面講 80%的人 對 但是後來發現 那些資源就可能 比較浪費 所以我們想要鎖定是那些可以理解的人 OK 所以這表示你們應該要開始寫像 就是專發文那樣子的著作 對不對 對對對 現在就開始在想一下 我們這個方法要怎麼樣把它 盡力完整一點 對 那所以現在我在 因為我在網路上比較看不到 就是比較論述性質的東西 這個你們有已經在打算嗎 還是 就是說如果我沒有加入你們的班級 但是我只是對你們這套思考有興趣 那你剛剛當然口頭介紹的 但有一些書面的就是比較容易看的版本嗎 現在在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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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啊 因為我會覺得 其實我自己也沒有練過 但是我覺得像傳達人他的那個寫法是 非常的便宜盡人 所以就是很容易一看就知道 他主要在講什麼 那他的 你說個人的修養的那一部分 真善忍啊 什麼也是非常容易記 對 然後他也有說 你怎麼樣動你的身體 為什麼會造成你這個修身良性的 結果這個也有一些說明 那當然就是說 他當然就是別的政治上部分 我們就是也不講 但是至少他讓人有一種 我不一定需要認識教練 我就可以先理解他的基本的概念 那我理解基本概念之後 我再找到教練的時候 我其實不會懷生那麼大的懷疑的感覺 而是說 我就是一個已經有一定程度的認同的 然後去遇到之前比我早一門的人 我們這樣子的方式來連結 所以我會覺得說 有一個很平易經營 就是用一般大眾口吻 介紹的東西 不管是 剛剛講傳話人也好 妹們也好 微笑的那個叫什麼 街圈道道也好 大概都是基於類似的 這樣的概念去發想 那我也很同意說 也許你裡面的這個 怎麼講論述 你不用特別去管說 要不要變成真的非常口語 說80%的人可以聽得懂 你先把它做成是 其他的在運動界的朋友們看的 至少覺得這個 就是研製成立 這樣子我覺得 就已經是一個 蠻好的步步了 嗯 我想大家對 就是這個名稱 這個branding 現在 還不是很熟悉 但是這並不是什麼問題 這個branding 我覺得還蠻容易記的 就是記的三位通知不困難 我們有另一個slogan是 small body and strong mind 通常身體是跟強壯連結在一起 那我們在動的時候是 我們的教學裡面是 希望大家可以動得聰明 在這個3D空間裡面好好動 然後 在這個運動的過程中 你會學習到一些原則 像剛剛談過的 然後接下來發展的是 身體跟大腦之間的關係 然後看到這些領域 強化你的想法 OK 這個也很好 因為這個slogan沒有別人用 所以你們 hashtag smart body hashtag strong mind 這個也應該 就直接就是你們的 是 是你在做的 嗯 對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branding 都很好 所以我覺得下一步 聽起來就是兩個嘛 一個是說 在網路上面 至少有人找small body strong mind 或找三位通知的時候 可以很容易的 我們叫lending page 所以就讓他一下來就可以看到你的主軸 嗯 這樣子一個東西 那就是你的價值主張嘛 就是 為什麼這個東西會出現 然後 當然可能有些個人的小故事之類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們創辦人當時要創辦這樣一個東西 嗯 那第二個是說 你在這個上面 你已經累積了哪些成效 比想說有多少朋友 在這個上面已經運用這套方法 然後獲得一些可能一些testimonial 就是他自己練了之後的一些個人感受啊 等等 嗯 那接下來才是 我剛剛講的論述嘛 然後你可以進一步子 然後回饋到環境 或者回饋到你的社區等等 那我覺得這個也不困難 這也不需要很多 可能一件字以內 嗯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 大家至少聽到這四個字 自己去做尋經兆的時候 他可以省去很多就是 問人的這個狀態 是 可以很容易的就是 把你的核心裡面 一下子就可以理解起來這樣 嗯 對 包含這個錄影如果要用的話 歡迎去用 對 是 嗯 其實我們在 我們在那個 我們自己在上課的過程當中 其實蠻多就是 像 學生在錄影的時候 我們教練在錄影的時候 大部分的錄影影片可能就是 那個focus其實是 那個教練在教東西 對 但是我們其實在錄影 在幫學生拍攝的時候 在做影片緊接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focus是希望 學生他們感覺到自己變好 沒錯 所以我們 我們認為這個部分 幫助他們身體變好 變聰明 然後有效率 是能夠間接的幫助我們 因為我們想要的不是要一個 個人形象很大 我們是希望這個概念能夠推出去 所以我們的 在做影片的時候其實也是 主軸都是學生比較多 教練其實是放在旁邊的 對 包含其實我們像我們自己在拍照片或幹嘛 比如說像一個比較知識的 比如說我們頒獎都要幹嘛 那大部分我們教練都會站重點 我都會希望我們的自己教練 只站旁邊 以學生為主軸 讓他們去推廣我們 然後這個概念 所以我們想要推的是一個概念 對 對 就 希望能夠影響那個百分之二十的人 慢慢多多多多這樣子 對 這樣我大概了解 對 但我剛剛的Point還是說 因為 大家對你們的認識還是三維動之這四個字 對 所以我覺得至少要在這四個字上 給他一個比較好的詮釋 他其實可以連到 你剛剛講的三維是表情自由度 自主的能力或什麼之類的 那動詞 那又是 包含你的身體本身是有智慧的 然後以及能夠讓你的心靈強壯 等等的這些部分 我覺得還是要有一定程度的論述 讓大家能夠看到這個Logo 就可以想得到你們的主張 對 至少要做到這個 因為如果沒有這個視覺識別的話 那其實就只能靠就是Core上傳 靠Core上傳的話 我如果不認識那些已經在練的人了 其實我完全沒有辦法知道你們的這個主張 對 所以我並不是說一定要 就是弄成一本書或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找一個比較好的視覺設計 或者品牌設計的一個設計師或團隊 來看一下說怎麼樣子 具體剛剛的人講的這些 或是價值觀 能夠連結到一個比較好的視覺設計 跟視覺品牌 我覺得這還是有需要的 不一定是馬上 但是到某一個點上有需要 這是有需要 這是有需要 因為本來人在那個吸收資訊還是比較靠眼睛 對啊 這是一定的 對對對 這是一定有需要的 所以為什麼 因為影片製作在幹嘛的時候 為什麼會學生其實在看 差比較多 這比較久 所以我們應該要先 把這個品牌的視覺效果弄出來 對 先找到那個品牌的視覺 然後也讓你們現有的學員 可能有一些回饋 那這樣子至少他們多一個題目可以討論 這樣子也是有凝聚相性的一個作用 對 然後看做一個Landing Page 去讓他至少你搜尋三位通知的時候 就可以保得出一個很簡單的 甚至不需要花錢 就是一個一夜式的網站 這樣子就可以了 或者是現在當然有很多朋友 用Facebook粉絲頁什麼 大概都可以的 對 那讓人能夠很有系統的看到 就連接到你的核心裡面 那還有下一步他如果想要做的話 那他是可以參考你的這些錄影 再加自己 那還是他可以到哪裡找到 其他正在練的人 那大概這幾個有的話 其實他就變得比較容易 OK 謝謝 謝謝 看你們還有沒有什麼想要 超音 那麼簡單 因為其實像你剛剛講的那個 那個設計 對 其實 我們是一直有的討論一直也需要 可是問題是 我們有的共同想法是 那個是 比較是輔助的作用 但真正的核心價值要先建立完整一些 我們再跟今天一起考慮跟調整 那這樣那也是 那也是 所以我們就把那些放在後面一點 嗯 OK 好啊 那就拭目以待 OK 對 我也不是說立刻就要 我只是說等到你們覺得 你們的核心理念更強壯了 要準備開始拍Monda的時候 這些大概是疫情的步驟 對 了解 好 謝謝 反正我禮拜三都在 就隨時歡迎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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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謝謝